每年有关乎 收集班的自动文学创作压地 主要是希望学生能够驾出好夸 食材婚姻官有特色的地方 今年特别在靠欧乡 作文国秀来集班外党 利用白板电脑 让学生透过3C电柱商品的新科技 来学习各种不同的库庭 也更加欺骗学生的专注力和兴趣 并后两天 将会驾接社区学习在地地设 希望能够计划出学生 麻麻的创意和创作领利 苏刻开始第一天 学生就跟学校来学习新的地设 由关乎文化储主板 利东文学创作压 很豐富的主人 带来靠欧乡总文国社 希望朋友的学生孩子 也能透过文学压 在课本以外的经养内容 那也希望同学透过这个文学影 在除了学校以外的课程 有更多生活上的知识尝试 可以获取 杰杰来自乎人员国乡定的小朋友 都保命参加多年 学校也从今年开始就跟老师作为研究 课定内容 就是希望让他们 而得最有创意的文学地设 包含说我们主要的刘宏老师 我们从去年的十月 跟我们的科长 一起来研究这个文学影的一些课程 所以里面的课程内容非常的多 那也希望说 经由这些的活动 让小朋友能够学习的更完整 这次文学员 特别利用平板电脑 顶顶顶的新科技来做教学 不但是增加学生的兴趣 竟使用新兴的技术 替学生做特别的訓練 因为我们现在的写作 很注重就是搭配我们的素养 那未来小朋友的写作 很多都是比较新颖的 所以我们这次的搭配写作 很特殊 我们用平板去查资料 看资料 我们再来写 而且搭配我们的VR跟AR 那学生在写的时候 不用担心字不会写 词不会写 语词不会写 而且他写的时候 活泼的会变3D 又可以跟他合照 得到一种功用 所以无形中 我觉得这次的写作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看着核心 全做到老师到学 文化处也希望 未来能推动无限 到其他的兄弟 帮助各地区的孩子 有核心的机会 我们县府也希望呢 就是在云林县的其他乡镇 全部都可以落实 让小朋友们 除了在学校里面 有更多学习的一个机会 练习三天的母亲 又准备 加精彩的库定 给核心参户 大家都希望 看到孩子 可以快乐核心 健康行动 也应得到 最保随的核心经验 记者 曾怡婷 彩虹博德